东京,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 紧跟时代潮流,时刻改革创新的企业 我们Sung Frontier不动产的成长故事 现在才正要拉开序幕 以东京都心为中心 同时振兴其他地区 让全日本充满活力 之后,我们将奉引世界,迈向全球舞台 最新的综合业绩显示 营业额为532亿日元 利润总额为128亿日元 营业额及利润连续8年正成长 利润总额率相较于不动产业界10%的平均水平 本公司一直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准 实现了高附加价值的事业发展 自有资本率相较于业界35%的平均水平 本公司则维持在50%以上的高水准 保持稳定的财务状况 我们在不断强化办公大楼这一核心事业的同时 运用积累培养出的运营能力 发展酒店事业以及场地共享事业 此外我们持续拓展以日本的地方城市 及亚洲为起点的全球市场 在东京市中心发展办公大楼事业 是我们的事业核心 我们致力于成为客户在不动产管理上的好伙伴 根据客户的要求跨部门合作 无论是买卖、租赁中介 还是大楼管理、建筑企划、资产咨询等 我们都尽心尽力以一站式服务为其排忧解难 办公大楼事业的核心所在 是重新规划事业 运用在不动产服务业务中掌握的知识和经验 将低廉老旧的大楼改造成高收益、多功能、备受客户喜爱 且愿意选择的商业大楼 此外我们根据社区的发展需求 积极将大楼改建成幼儿园或餐厅等 发挥大楼的最佳用途 负责租金至纳担保的大楼支持事业 随着2020年的民法修订 对个人担保政策紧缩 由此可预计 市场对机构担保的需求将日益加大 今后的加速发展值得期待 近年来 我们大力发展的是 于2019年4月实现独立化的租赁会议室事业 我们的目标是将时间和空间价值最大化 扩大共享事业版图 成为支撑企业活动的基础设施 为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做出贡献 共享场地事业始于2016年 三年内营运据点增至15处 今后的目标是 在2023年3月末发展至45个据点 作为存储型事业 我们将构建一个长期稳定的收益基础 酒店事业保持突飞猛进的好势头 在日本各地的观光商业城市 发展与地区共生的商务型酒店 我们参与从酒店的开发 再生到运营的所有环节 酒店事业的主题是打造温馨酒店 贴心的员工 根据每位旅客的不同需求 用热情周到的服务 带来超越满足的感动 让入住的每位旅客都能拥有 下次还想住这里 有机会还想再见到那位员工的美好回忆 今年度预计将由五家酒店陆续开业 运营客房总数预计超过2000间 包括现今的再见酒店 届时运营客房数将超过3000间 在2023年3月末 我们将实现5000间客房的运营 不断开发拓展海外事业 海外事业方面 我们的重心放在越南以及印度尼西亚 投资当地的住宅事业 通过提供日式高品质 高设计感的优良住房 既满足了当地与日俱增的住房需求 也为越南人民构建幸福生活 添砖加瓦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海外事业的发展 实现为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幸福 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的理念 我们最重视的是通过各个事业 为客户提供超出预期的服务 我们的客户是大楼业主 资产家和富裕阶层 满足客户真正的需求 并使其满意 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将与客户一起 为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做出贡献 不逐利 为求信 Sun Frontier不动产与您约定 真诚地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